王力宏夜叹外婆停红线 警卫标骂天王吃别 就成这样还是很好任何离行 二哥王力宏千万突然飞回台湾 他参与拍摄的好莱坞电影 海客交锋提前杀青 力宏临时决定飞台湾 探探亲亲外婆 等消息灵通的粉丝早 这时候在机场接机 力宏边走边跟粉丝说笑 上保姆车前还跟粉丝来个大合照 看出来心情很美丽啊 他车进家门没多久 助理又开来了力宏的BMW 名称五多九点多的还要出门呢 这花衬衫视力好没臭啊 他写下墨镜改戴眼镜 花衬衫搭配肩背包微飘大树位 他要看着手镜呢 这么远力宏的眼睛还好吧 他走向驾驶座看来应该是要自己开车 他单枪匹马开到外婆家附近 外婆家附近让我绕地找不到停车位 好不容易终于停好车走进外婆家 哎 走进一看 五五绿黄卫顶了 好 这里满点的警卫贝贝直接开了车门 对着力宏疯狂碎碎念 他就直接超进去了 二哥找不到停车位 警卫贝贝最后让他停进旁边的小巷里 但还是对着力宏洗一洗了 力宏被练得清澄澄就像警卫听想分辨一番 其实我应该是要能够停在那里念 就是今天有人车子停在 我应该可以停在外婆家前面 算了啦 力宏你还是赶快去陪外婆吧 这有论出啊 她是王女的 我不认识 你不认识王女的 我不认识 我们年纪到了啦 订了些名字 我们报纸看都不看了 新闻了新闻 我们报纸看都不看了 报导 一切都不看了 你不认识王女的 你不认识王女的